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教大家折衣服了 首先我们折的是大家都很多的T恤 那T恤在折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建议大家是不要对折 因为很常看到的是 大家会这样对折折T恤 那可能在什么多折个两折 但是对折的缺点是 折痕就会在衣服的中间 那其实穿的时候会比较不好看 所以我们因为折衣服难免有时候会产生折痕 我们就尽量让折痕是在侧边或者是边边一点点 穿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被发现 那折T恤第一件事情 其实不管折任何衣服都建议大家找一个比较平坦 然后宽敞的一个平面 这样折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然后第一件事就是正面 就是有花样的地方朝下 就正面朝下 然后把衣服铺平以后 然后接下来折的时候我就是会是两侧往中间折 那两侧折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会说我每件衣服折起来好像有大有小 好像那个尺寸不一样 其实如果要避免这情况 基本上就抓一个衣领的下来这个宽度这样折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同样都是我们自己的衣服 衣领的大小大部分尤其是T恤都会差不多 这样折起来会每个就比较像标准的话 尺寸会比较一致 所以我们衣领的这边的宽度 为我们折的大小 然后这里其实就往中间折一样的概念 就是衣领然后直线下来 然后另外一侧也是抓到衣领这里 然后往中间折 其实这样就OK 然后把袖子的地方稍微拉一下 然后它不要皱皱 因为皱皱直接折就会产生折痕 其实这样就是基本的 就是往两侧都往中间折 然后下摆的地方折到我们的领子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平常最常看到的折法 可以先给大家看 其实这样折起来就很完整 然后很整齐 就是一般我们折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件都折成像这样 我们就会叠放 那叠放有一个缺点 就是如果叠的比较多的时候 每次衣拿下面的上面就很容易乱掉 或者我们每次要找衣服都用翻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 折到这个程度以后 把衣服再对折一次 也就是折成原来的一半 二分之一 然后每一件都是折成像这样子 二分之一 那做什么用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改用直立的方式 来收纳衣物 就是像这样把衣服站起来收 那举例来说 如果不管我们是用抽屉 或者是像这种收纳盒 都可以像这样子 就把衣服一件值得收 值得收的好处是 每件衣物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拿取上也很方便 而且我有试过 如果同样的衣物量 如果用折的直立收 会比平放的 大概可以增加到 大约20%的收纳量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就是当我们折完以后 再多折一次 然后直立的方式 摆放衣物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们有些衣服比较厚 如果直立收的话 因为它又对折 会看起来比较膨 比较占空间 所以我们还是会用 传统平放的方式收 但平放收的话 有一个小技巧 举例来说 像这种冬天的毛衣 它有些是有衣领比较高的 那如果我们在放的时候 衣领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这样点 就会发现这里高 这里就比较低 这样子它其实收纳的时候 它能够放的量会比较少 因为这里空间占掉太多 所以有一个小技巧 如果你要收的衣服 是领子比较厚的衣物 它在平放收到抽屉或者收纳箱时 就记得用胶挫 就是一个衣领 比如在左 另外一个就在右 这样的方式 其实就把它的厚度给错开来了 这样子收纳的时候会比较平整 而且放的量会相对的比较多一些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折长袖的衣服 尤其是一些像针织的衣物 像我们袖子的部分 如果我们在折的时候是像传统的 有些人会这样子 它其实就有重叠到 重叠到就有厚度 那厚度的话 其实就会占掉空间 所以第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尽量让它两只袖子是有点交叉的 像我们图上现在看到的 就是尽量它摆的是有点交叉的部分 像这样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让它错开来不要重叠 那其实现在它就变成像是一件转袖的衣物 因为它的袖子被收起来 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刚才折T恤的方式 就是两侧往里面折 但是我们在折的时候 也是尽量让它不要是折到叠起来 因为有叠起来就会有厚度 所以让它刚好两个就是不要相叠 然后靠在一起就OK 然后我们再把它下摆往上折 其实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折衣了 其实像帽T 大家都会发现它其实都长得很厚 然后加上帽子的一个厚度 其实折起来都会很占空间 但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的话 其实挂起来会比较适合 如果我们要用折的方式收纳的话 有一个小技巧 前半段都跟一般折衣服一样 那就记得最后我们可以利用它的帽子 变成它的收纳袋 等于是把它的帽子套在 我们身体就是衣服的部分 把它套进来 等于是把我们的衣服塞在帽子里头 那其实就可以让它被固定在这里 减少它体积上的蓬松度 那也很适合收纳一些 像比如说我们出门 然后羽绒一脱下来 觉得它很占空间 包包不好收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稍微让它 变得比较小一点 其实就变成一个小小的帽子收纳袋 我们在吊挂衣服的时候 如果用的是这种传统的铁衣架 常常会怕留下痕迹 尤其像这种针织的衣服 很明显就这里会有变形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 用另外一个方式就可以解决了 同样的还是可以用这种传统的铁衣架 但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把衣服放到桌面以后 把它对折 它的对折方式就是 从中间对折 然后袖子跟袖子相叠的方法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对折完以后 请记得我们把衣架放在腋下的地方 然后放下去以后 我们把衣服的下摆穿过衣架 那袖子也穿过这个衣架横杆的部分 像这样穿过去 然后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避免它被过度的拉扯 然后肩膀会变形 因为它只是披挂在上面 刚才已经教会大家如何折衣服跟掉挂衣服 但其实在衣物收纳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何让衣服的状况是好的 所以衣物的保养其实也很重要 其实在台湾因为气候比较潮湿 所以我们在折叠完的衣服放到柜子或者是抽屉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一些防潮的工作 那当然还是建议大家 其实如果要整个环境湿度的控制 除湿机还是要开的 但是如果小地方 像是我们刚才说的衣柜里面 如果怕除湿机 它比较没办法处理到这些湿器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补墙 可以用一些市售的一些防潮商品 其实大家在台面上可以看到一些防潮商品 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这一款 就是我们现在盒状的这个 它其实就是那种吸水性的除湿盒 它一开始会有白色的小颗粒 当吸了水以后它就会变成液态的 就在下面会有水形成 那它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钙的一个材质 然后这种除湿盒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的商品选择很多 也有长条状的 也有像这种盒状的 那也有一些是它做成带状 会最后产生的不是水 而是变成一个那种凝胶状的 然后但是啊 它在使用时要留意的是 如果是产生水的时候 它的水在倒的时候要很小心 第一不要碰到皮肤 还有就是我们不要碰到我们的衣物 或者是我们的皮革 因为它的碱性比较强 有时候会造成一些衣料的受损 或皮革的受损 然后在放的时候 当然也要注意 就是我们如果一间衣柜 有些人衣柜里面很满 然后硬塞进去这个盒子的话 有时候拿衣服或取衣服时 不小心倾倒或者倾斜 其实都很容易会有一个露出来的情况 所以这一点是特别要留意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使用时 有些是长条状的 但这也是只能放在鞋柜 衣柜等平坦的地方 千万不要直接放在包包里面 因为之前新闻就已经报过不止一次 就是有人把长条状的这种除湿盒 这种会产生水的 或者是它是有凝胶带子的 直接放在它的比较大的皮包里面 但倒是因为露出来 而造成那个皮革的受损 那其实都是不可再复原的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留意 那另外还有一个选择 我觉得不错的是 现在又很流行 比较流行的一个叫做水玻璃 那水玻璃它其实是个细精的材质 它的优点是它是无毒 可以重复使用 它其实颗粒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 这种蓝色的小颗粒 其实以前最常出现水玻璃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买一些零食 饼干啊海苔 它里面有一个透明的包装 里面有透明的颗粒 那其实就是水玻璃的材质 它有一个很好的吸湿效果 那但是它吸了湿气以后 它不会产生水 辨别的方式 就是一旦它吸了水 然后产生湿气以后 它就会比较蓝色变成粉紫色 当它变成粉紫色以后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就是让它加热 把水分带走就可以再重复用 那加热有几种方法 也可以把它放到太阳下晒太阳 或微波加热 或者是用炉子用小火慢慢加热 把它的水分带走就可以重复用 那水玻璃的东西 它其实也有做成产品就是带状的 就很可能用棉布袋装起来一袋一袋 所以我们可以买那种市售品 或者去化工行买原物料 它就是一整罐或一整袋像这种的颗粒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透气的袋子装起来 或者是装在罐子里面 上面顶部用一个像透气的纸 把它包起来以免它打翻 那放在家里需要除湿的地方就OK了 那它如果一旦变色就记得要把它加热 加热回原来的颜色就可以再用了 所以这是一个 这几年我觉得还蛮好用 然后选择性比较平价的一个商品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两种都可以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补助一些 我觉得也不错的一些防潮小物 像我自己会用的就是在我们的收纳箱 比如换季的收纳箱底部铺毛巾 因为家里的浴巾或毛巾 有时候用一阵子它可能没有到很旧 但是想要太换时 我们可以把它铺在我们的收纳箱底部 因为毛巾有很好的漆水性 所以我们就把它铺在底部当作是一个防潮垫 所以我们可以先铺毛巾 再放我们这些衣物 让它达到一个让里面的湿度被控制的一个效果 或者像有些竹炭背长炭 其实它都比较天然的材质 然后它有很好的吸附湿气的效果 可以调节湿气 那如果我们买的话 也可以买像是市售品 它已经包装好一袋一袋直接用 或者如果你是买直接炭的话 回来用的时候怕会沾到手 里面有黑黑的炭或沾到衣物 我们就用透气的纸或布包起来 其实就OK了 也可以放在收纳箱抽屉 其实都可以 但是又记得如果你使用的是竹炭 跟背长炭的话 第一袋每一两个月就把它拿出来 晒个太阳晒个一天 那它的吸湿效果会比较好 另外我们在衣物收纳时 换季的收纳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议题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说的 台湾天后潮湿 有时候换季收的衣服 我们会担心会变黄发霉 所以换季收纳不仅是说要装箱 那它整个状态上 我们也都要把它考虑进去 所以我会提醒大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换季要收的衣服 第一个一定要先洗过 整理过再收进去 尤其像冬天的衣物 有时候大家会说 这个大衣外套 我整个冬天只穿了一次 然后这羽绒衣 我只穿了可能出门一下下 就再也没穿过了 那它没有脏 我要洗嘛 其实我们只要有穿出去 因为环境里面的污染啊 然后环境的湿气 其实都会留在我们的衣物布料上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洗过再收 或者是有些衣物它是套装 比如说上衣配上 西装外套配上裤子或裙子 那如果我们只穿了其中 比如只穿了裤子 上衣没穿的话 要送洗还是建议整套洗 以免时间久了以后 其实如果只洗其中一个的话 它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色差产生 所以这第一件事要就是 先把它洗完再收 那收的时候 如果是今天自己洗的衣物 我会建议大家 一定要确定它非常的干燥 再收到收纳箱 有时候天气比较不稳定 或者湿度比较高的日子 我们换季的衣服洗好 晾干了以后 摸起来你会觉得它冰冰的 或有点潮潮的 都建议不要直接收到箱子里面 因为只要有残留一些水分或湿气 我们又放在箱子 然后箱子又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其它湿气不会散去的话 衣服就比较容易有变黄或发霉的情况 所以衣服晒完以后 如果可以的话 就放到干衣机再烘个10到15分钟 确定非常的干燥 再收起来 那如果家里没有干衣机的话 就建议移到室内 用除湿机或电风扇 然后吹个大概半天 确定很干燥再收起 就可以减少后面很多的麻烦 那收起来的环境 我们也要打造一下 像刚才有介绍的一些防潮商品 我会建议 如果你今天是放在收纳箱的话 刚才说的毛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先在我们的收纳箱底部 先放一条毛巾 然后再摆放我们的衣物 把毛巾当作是一个防潮垫 那毛巾的选择 其实就记得不要选择深色的 因为如果万一它吸了湿气 又跟浅色的衣服碰在一起 怕会有一个褪色或蓝色的情况 所以我们收纳箱里面 可以放小包的那种 像我们刚才说竹炭被长炭 或者在底部铺个毛巾 其实都可以让里面的湿度的控制 会做得更好 那第三个 我们有了收纳箱 但是就要想想看 到底哪些衣物要放在箱子里面 哪些要把它挂起来呢 所以要折跟要挂 我们要先把它判断一下 基本上大部分衣服 我们都可以折起来收纳 但有些比较建议是用挂的 像是我们的大衣 但它挂起来的原因是 因为它比较占空间 或者西装外套也是一样 我们都会建议挂起来收 那有一个一定要挂的 就是像有些妈妈们 会穿那种黑丝绒的那种礼服 那个绒的布料 它如果一旦折的话 就会有很明显的痕迹 甚至会产生倒毛的情况 所以要把它挂起来收纳 大家也会问说 那羽绒衣呢 羽绒衣要挂还是要折 其实基本上羽绒衣 不管是挂或折都可以 但如果我们折起来收的话 建议大家就是把它一个比较大面积 就是说交叉对折 两个袖子交叉再对折 这样子的方式就好 不要放到它附的小小的袋子 因为它那个小袋子 其实是让我们出门 时不过旅行的时候 方便收纳羽绒衣用的 比较不建议是长期收纳 放在袋子里头 那如果我们挂起来 收羽绒衣也OK 但就请记得 如果明年要穿的时候 把它倒过来抖一下 因为放久 怕羽绒是往下跑 所以抖一下 让羽绒变得比较平均 它穿起来的保暖度也会比较好 形也会比较好看 那第四个就是收纳以后 放到箱子里 我们接下来就要把它就定位 那我们可能会放的地方 很多人会选择放在什么 床底下 或者家里的一些 比较密闭阴暗的 或小地方的空间 其实比较不建议是放地下 或床底下 因为越接近地面 湿度通常都会越高 然后受潮的情况 可能都会比较明显 如果可以 希望大家是尽量把它往上放 那如果因为空间的限制 我必须把收纳箱放在床底下的话 就会建议大家收纳箱要买的是 那种很密闭性的 像是有一个盖子 然后四边可以扣起来 那种会比较好 然后塑胶箱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不要选择像纸箱啊 或者布面的 因为它们的防潮跟干燥的效果 其实都比较不好 然后传统的塑胶箱 会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到了我们的QA的时间 其实在做收纳时 大家都会有一些烦恼 或者问题 那我们就一一来帮它解决 第一个就有朋友问到说 我要如何避免忘了物品存放的位置 而重复购买 其实这情况常常会发生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有时候我们一整理发现 一样的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多个 因为我们常会以为没有的 或因为找不到 而就一直在去买 那要避免的方式 第一个我会建议大家 一定要做好一个 像是库存盘点的一个工作 就像我们在卖场一样 要定期盘点我们的库存 所以在家里也是 就是定期的寻向 每个空间 确定物品量有多少 或者要买之前就把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 交了一些步骤 所以我们一样的物品 就会放一起会就定位 所以要买之前可以去寻一下 这个尤其适用在哪里 就是周年庆之前 有些妈妈们都会买了 一堆化妆品保养品 回家才发现 家里其实还有好多 去年的还没用完 所以定期的盘一下库存 盘完以后再去买 其实这不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第二个 我们会忘记的话 可能就是可能放的地方 不是那么方便 或者当初放的时候 没有想得很清楚 就可能 看这里有空间就塞进去 或者放的地方比较隐秘 会久久了 就遗忘这里还有东西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像刚才说的就是 收纳时要做标签 做记号 这一点还蛮重要 那最简单的 其实就是在每个抽屉上面 直接贴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抽屉里面有什么 哪些物品放这里 那尽量写得越清楚越好 那其实现在不管是你要用印表机印出来 在纸上贴 或者标签机其实都非常方便 最好越具细迷移越好 不要只是写说 个人物品 私人物品 妈妈的东西 这样子其实太笼统了 可能要细写说 这里面有哪些类型 这些都写得很清楚 那还有一个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APP 其实可以推荐给大家 它这个APP叫WHERE W-H-E-R-E 然后它很好用的是 它其实让我们比较数位化的管理 它的做法是 你可以先拍一下 比如我们家的柜子有五斗柜 然后有五个抽屉 那东西也不知道是哪些 你就先拍一下你那个柜子 拍完以后 它就会有照片在APP里面 你可以点一下 每个抽屉的地方 你就会点它有不同颜色的点点 比如说红、橙、黄、绿 各个颜色都有 你可以在第一个抽屉点红色 然后在note就注记说 这个抽屉里面有什么 比如说爸爸的裤子 西装裤什么 这些就可以写得很清楚 第二个抽屉 比如说都是我们个人的配件 有皮带、有帽子、有围巾 所以你又可以注记说 每一个抽屉里面的细项 所以我们只要打开APP 看到每一张照片 都可以知道它的注记 当初我们的注记 就比较快找到我们的物品 所以这是一个还不错 一个数位化的管理 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 那第二个其实也是 我们大家常会问的问题 就是家里面如何归纳 家里的一些纸类的东西 因为其实很多纸类的东西 我们还是会留 像是电器的说明书 奖状、收据等等 这些其实都还蛮多的 那要怎么整理呢 其实我们可以套用我们刚才讲的 那收纳的基本功的四个 这是丢啊 然后还有就是清洁 然后分类、就定位 举例来说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家的整理方法 这就是我们家在整理电器说明书的方式 因为电器的种类非常多 我们很难 第一个光是分类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就会觉得比较卡关 我到底要怎么分呢 有些学员会说我可以依照空间 OK 比如说客厅的电器的放一本 然后或者是厨房的放一个 卧室的放一个 其实OK 但是因为我们家的说明书相对 没有那么多到细分成那么多项 所以我就分一个 我觉得符合我们的需求 就我家的是分成 厨房加电 因为厨房是家电里面最多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他家电 就是不是厨房的 其他的比如说家里的音响 然后卧室的像什么台灯 或者3C产品这些 我就会放一个叫其他家电 基本上我家就是这样两本就可以了 那还是用刚才说的那四个 就是丢 然后丢掉什么呢 有些电器的保固书 它已经过期 比如它保固只有一年 我的电器都已经买六七年 那保固卡可能不用留了 然后或者是这个电器 已经淘汰了 根本已经没有在用了 那当然就把它的这些说明书 保固卡也都可以处理掉了 那我基本上留下来 就是目前家里有在用的 然后就用最传统简单的 就是用这种透明的资料夹 把它装在一起 其实就OK 那要找时很快 就看它是厨房里的吗 不是 那我们就看这一本就OK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大家也可以参考 觉得也很好用 我自己也会用 就是现在有些品牌 它的说明书是有在 它的官网上面是可以找得到的 它是可以下载说明书 但是有些买的时候 它已经不负质 把它是下载的 但是我不会把它下载 印出来 这样比较占空间 我就直接找出它那个连结 然后把它做成QR Code 就是现在不是网路上 很多QR Code产生器 都可以找得到 把连结输进去 变成一个QR Code 我就会把它印出来 那这个QR Code 就直接贴在我们的电器上面 就是方便我们扫描的地方 比如说贴在微波炉的侧边 冰箱的旁边 所以我们只要用我们的手机 扫一下QR Code 就可以立刻看到它的说明书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数位化里面 我觉得比较一个方便的选择 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用这个方法 那奖状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因为奖状 我们都会长时间保留 有时候怕小朋友 以后那个学校申请之类需要用到 我们都会留下来 那如果留下来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还是用这种透明夹 因为它有防水性 保护性会比较好 那当然也可以把奖状先互备起来 那奖状其实 如果它用我们刚才说的 它有一个分类的需求 才有就定位这个工作 那分类的话 大家常会问说要怎么分 我觉得最容易的方法当然就是依照年级来分 比如说一年级一本 二年级小一小二这样分上来也可以 或者有些孩子它是有一些特殊才艺的 它的着重于哪些 那可能是钢琴 然后外加一个比如说西洋棋好了 那我们可以就依照它的才艺类型来做分类 这样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至于收据呢 因为收据它都是那种单张细小那种薄薄的纸 有大有小 我们很难把它收得很整齐 而且收据比较算是一个时效性的 比如信用卡的单据啊 这些可能就是兑完账单啊 然后就会就会处理掉 或者去银行记挂号 我们的这种小单据 都是一个时效性 过一阵子就会丢 它不太需要长时间保留 所以在收纳上 我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它放到像这种透明的小夹链带 其实就简单丢进去 像这一个收据都是之前出国玩的一些刷卡 或买东西的单据 那可能回来以后兑完账单就要丢 所以我就不会做的那么细致的一个收纳 或者是整理 就可以在家里多买几个像这样子的 那就可以分一下 信用卡账单统一发票 或者是要报账的单据 或者交通单据 就把它都分开来 这样一袋一袋的 那其实到时候 兑完以后就丢掉了就可以了 而且它是透明袋子 所以我们从外表就大致可以知道 是跟哪个有关 那当然还是一样 可以像我们说分类的时候贴个标签 其实就可以完成它的收纳工作了 那第三个就是 好不容易整理好的房间 过不久又因为懒得收纳 而难以维持 该如何避免 其实这里有几个问题所在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懒得收纳 会不会是觉得收纳很麻烦 然后就定位也很累 那为什么难以维持 会不会是我们空间的规划上 没有那么的理想 所以我们切开来一个一个看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要让收纳能够继续维持 我们总是会说 你收纳要变成生活的习惯 然后要持续的做 但是好的习惯要养成 第一个 这件事情如果能够比较 做起来无痛苦 或比较简单 我们会比较愿意让它维持 跟持续做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 打造一个 对我们来讲是 很容易达成的一个收纳环境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每次一定要记得 就是好的收纳是什么 第一个它很好收 然后东西很容易拿 好收好拿 好取用的空间 才是好的收纳 如果今天把所有东西 都收到柜子 收得很整齐 但是摆得很挤 然后每次要拿都很不容易的话 我觉得这很难维持得下去 所以我们第一个 除了习惯要养成以外 其实在支持我们 养成习惯的时候 设计一个容易取 然后容易收的环境 其实是必要性的 那另外我们可以检视一下 为什么我现在做不到的环节 可能会不会是整个动线不良 或者这个收纳方式不适合我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不符合我的思考逻辑 那这个分类我做起来就会很卡 或者这衣服要折成这样 其实我就觉得不顺手 我可能就无法继续做得下去 所以同时检视它可能跟我们生活的习惯 会不会有所落差 然后尽量把它的便利性提高 那同时符合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态度或方法 那甚至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的弹性 像是我会建议学生 如果说你很难就是每次用完每次熟 或者每次都维持得那么干净 至少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缓冲 或一点点的实现上的弹性 像是在卧室里面准备一个小篮子 可能一开始没办法立刻归位的 我可以先暂时放到那个篮子 但是提醒自己篮子满了以后就要把它清掉 比如说我衣服可能不会立刻折 我可能东西先暂时放一下是OK的 但是满了以后或者每个礼拜可能选个两到三天 一定要把它清完 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弹性多一点点 你做起来就会觉得难度少了很多 那同时会觉得说压力指数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微调 找到一个跟你的生活习惯 跟你的一个收纳态度是比较符合的一个收纳法 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像我们刚才说的 维持久一点 而且不会觉得说收纳反而造成我们很大的压力 所以大家可以 我觉得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弹性空间 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然后微调微调就会越做越好 最后我们要来介绍四本 我觉得很不错的跟收纳有关的书 第一本叫做一天一点无压力收纳 它其实是让你每天做一点点 然后让你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慢慢的把家里整理好了 而且这本书里面 它其实是有很详细的一些图解 然后比较技巧面的 因为像今天的课程 我们比较着重在是收纳的观念的建立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比较一些细小的一些技术层面的话 这类型的书还蛮适合我们的 像是它里面有讲一些玄关 浴室厨房 衣物各式各样的一个空间的收纳 其实都包括在内 所以技巧性其实很足够的 运用上也很OK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 第二本书是全方位收纳 家的铁架活用术 其实它主要就是利用铁架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铁架 来做一个居家收纳的主要的工具或家具 因为其实铁架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 尤其在租屋组来讲非常的方便 但过去我们买的时候常常就是成板型的 然后放一些大型物件 觉得它的灵活度没那么高 但是这本书的做的很特别 它就是整个家的收纳 它都运用铁架 它一些小配件 然后获得一些自己的一些小的技巧 或者一些小点子 可以让铁架的运用上非常的灵活 不管是放一些儿童的用品 或者是厨房的用品什么都可以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用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厨房工具 而做好家里的收纳的时候 可以参考它的一些点子 那第三本是不丢东西的整理术 放不掉的记忆和情感 再也无需断舍离 大家现在觉得很奇怪 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说要丢东西吗 为什么我会推荐一本 教大家不要丢东西的书呢 其实它不是说不丢东西 而不是以把东西丢掉为前提来做收纳 它的概念里面 它希望能够经过四个步骤 第一个是评估 整理 收纳跟维护 这样的一个步骤来慢慢地完成我们的一个收纳 它其实在里面还是有多一些东西的取舍 但它不是用丢这个字眼来做它的 所以它其实在经过评估整理的过程中 其实就做了一些取舍跟一些决定 所以我们对于一开始来讲 对丢比较有 比如说反应比较强烈的朋友 或许可以试试看这个作者的方式 其实它会对你来说比较容易入本 那最后一本是 史上最强 聪明收纳全图解 它其实听了主题就知道 它叫全图解 所以它里面的图片教学是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完整的 所以它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一天一个小时 大概四周的时间 它有帮我们设计 比如说第一周可以说 卧室、衣橱 到第四周的书房、婴儿房这些 让我们能够把整个家里全都收纳干净 那也像我们刚才说的 它其实是比较牵向食物面、技巧面的 所以如果大家其实搭配了我们建立的观念以后 再有这些食物技巧的图解的教学步骤 我觉得做起来会觉得更容易上手 然后也更容易 刚才我们介绍的这四本书 在台北市立的图书馆都可以借得到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说明栏上面有资料 另外在台北市的内湖图书馆 接下来会有相关的书展 是以居家收纳为主 书展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参考一下说明栏 那对于课程有任何的建议 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或者到我的粉丝团跟我互动也OK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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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